秦桑 你这第一次敬茶 你就摔杯子 你是要给我们一家找茬是吗 对不起 娘 我现在就去换一杯 不用了 这金枝玉叶的手 我可受不起 娘 如意也是不小心 您消消气 这样 我去重新端一杯来 让它好好敬给您 好好敬给您 娘姐用茶 如意啊 有些事 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你也知道 斯文的正房玉敏 他没了 你才有机会 嫁到我们义家来 这不管是按先来后到 还是按大夫常在呢 你都应该于情于理 去给玉米上煮香 是吧 这上香这事啊 就没必要了 他这 是 娘 这如意 他也答应了 既然如意都答应了 那从今天开始 每天早上 我都想换上丧服 到玉米的灵前 给玉米跪一炷香 好好地念一篇大悲咒 也好让玉米 安安心心地上路 阿娘 你怎么能让二嫂 替以前的二嫂守灵呢 干吗 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记得要念上七七四十九天 啊 是 谢谢娘 嗯 二嫂奶奶 这大宅子里 和小家小户 是不一样 有的地方 是万万不能进去的 比方说那儿 就是意灾的一块禁地 没有老爷和夫人的允许 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你可记住了 嗯 反正进去的人 都会受到家法的处置 二嫂奶奶 你自己要当心 肯定不会是跪一跪 那么容易的事 二嫂奶奶 按照夫人的吩咐 你跪完这一柱 相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姚和 夫人 你这可是越来越标志了 这不就是天女下凡吗 你少来这套 说吧 又有什么事 你这丢一句夸奖的话给我 看来我又要损失不少大养了 这我惹 莫若夫人你呀 再给我五百块钱大养 死长 不是我说你 你是这个宅子里的大少爷 你看看你哪有大少爷的样子 你将来还要接管千日访的生意呢 别总让弟弟妹妹们笑话你 我说夫人 我说夫人 你说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我这打小啊 我对做生意的事 我就半毛钱兴趣都没有 是吧 所以啊 有你替我操心 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 你看这个钱 我跟你保证啊 我今儿个赢了我立马就换你了 真打你没办法 行了 拿去拜吧 下不为例啊 快去快回 还是夫人好啊 行了 我去哪儿了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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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贝儿 我来啦 甭招呼我啦 把湘宁给我叫来 大少爷 您进 大少爷 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湘宁啊 他是崔副司令包养的 万一我自作主张 把他叫过来陪您 崔副司令知道了 我这崔红楼 可就保不住了 汪妈妈 你这废话可越来越多了 怎么着 看不齐我是不是 容我想想 容我想想 把湘宁给我叫来 爹 这都什么时辰了 你还不休息啊 我看您这么晚了 没有休息就给您沏了杯新茶 提提神 行 跟上吧 哎 脸怎么了 没什么 老大干的 我先回去了 你等等 为什么呀 这事 他要钱我给他慢了点 这孩子 让他妈给惯坏了 怎么越来越不争气 我就是怕他这么胡闹下去 会出大事 自作你也不可活 甭管他 你要不这样 你从明天开始 来签试坊 做个管事 一来呢 你能帮帮我 二来躲他远点 这不太合适吧 你上次就拒绝我一次了 这次就这么定了 那我就试试吧 爹 没啥事我先回去了 好 您也早点休息 你早点歇着 明天我再找他算账 老师 阿盛奶奶您慢点 嗯 慢点 小心 嗯 您先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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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才 您先须 您先喝点茶 谢谢您啊 杨柳 二少奶奶不必客气 是三少爷教调我这么做的 以后再有事呀 您随时喊我 替我向三少爷说声谢谢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二少奶奶 杨柳 有件事情 我想向你打听一下 二少奶奶 您说 这园子里 以前照顾二少爷 和原先的二少奶奶的 就只有金桥跟王嫂吗 还有一些其他的婆子和丫鬟 那现在她们都去哪儿了 以前的二少奶奶出事以后 她们都被打发回老家了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照顾不周吧 我也不太清楚 二少奶奶 没什么事 您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谢谢啊 杨柳 你 您好 慢点 慢点 快开门 快开门 谁呀 快点 快点 你们家大少爷出事了 您好 大少爷 大少爷 您好 辛苦了 帮我们抬一句好 来 来 慢点 来 快 大少爷 大少爷 别 别 别等我 等我 到底是谁把她打成这样的 我们催红楼的 你少爷在我们那儿 跟催夫子里为抢姑娘 别打了 叹子 可以 找姜大夫过来 是 姜大夫 到底有无大碍啊 对方啊 很会打人 都是些小伤 没什么大碍 休养几日 慢慢地就会好起来 姜大夫 听说我们家大少爷回来了 四成怎么样了 谢谢啊 你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 四成 四成 逛个窑子 能让人打成这样 娘 您是知道我的 我能干什么呀我 我今儿去翠红楼 我喝了点小酒 我听了几十曲子 我就被那姓崔的手下 几个冰皮给打成这样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这四成 他也不会做错什么事嘛 那错肯定在那姓崔的身上 爹 那这次真不是我的错 我是被冤枉的 你那让爹给我报仇啊 报什么仇啊 我惹得起你那姓崔的吗 千日房都快让他给弄完蛋了 我跟你说啊 你 这什么味这是 闻见了吗 好像闻得挺臭的 什么呀 他们 他们 他们泼了我一盆子药 为什么 罢 罢 罢 赢 罢 还有 idi 公子之宅 那个阿文 这儿也挺不良意的 弄的补汤来了 放那儿吧 二少爷 没什么事 我先下去了 二少奶奶 你是属帽的 走路连个事都没有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 我去 我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您只需要跟我 你说了不去就是不去 本来就没想去你 别人都跟你回门 要去你自己去 我不去 师父 师弟回来了 回来吧 回来了 如意 爹 娘想死你了 娘 快进来看看 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 快进来 这一块 娘 不用看了 我今天是一个人回来的 她一大早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就没让她过来 来 这个是孝敬您的 那我的呢 那些都是啊 娘 紫茶糊 您看 喜欢吗 我 我 我 你跟娘说实话 那一家人有没有欺负你啊 怎么会啊 一家上上下下 对我都很客气的 你看 我就说嘛 你就会瞎操心 师母说得太对了 婶子 你和你师母一块儿 给你如意做点好吃的 好好好 师兄走走走 我们给我们给我师姐 都得好吃的 你等着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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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告诉你 如意啊 师兄 让我好好看看你 你最近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吗 挺好的 什么事都没有 你看身体挺好 我一定会为您讨回公道 如意 你的意思是 我要查出姚玉明真正的死意 我反复地想过 您的药方绝对不会有问题 如意啊 爹都这把年纪了 我没想到 让你为了爹 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如今爹捡化了一条命 爹不想让你再为了我 去查什么真相 就好好过日子吧 爹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除非我能闭上眼睛捂上耳朵 要不然的话 我心里是怎么都跪不去的 更别提过什么安稳日子了 爹 您再好好跟我讲讲 当时的情景 这位是生意的 你这有点 你自己也要注意好身体 都是不许会 是不是 你这样的对方 你这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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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会儿 你这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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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傑 師傑 我先回去了 如意 你過得好嗎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我拿到冠軍了 怎麼樣 我厲害吧 我本想立刻就回到廷州 讓你看看我的金腰帶 你要知道 在我心裏 不能跟你分享的成功 殘缺不全 一文不值 可是前幾天 我受到朋友的支托 臨時趕到廣州 幫他處理一點事 恐怕會耽誤回廷州的時間 你一定要漂漂亮亮的等著我 等我帶著金腰帶取你進門 等著我 幸好呢 你鬼鬼祟祟幹什麼呢 沒幹什麼 我明明看見你在藏東西 我就知道你嫁進我們家 就沒樣好心 你說什麼 我說你沒樣好心 東西拿出來 沒什麼東西 我明明看見你藏 拿出來眼鏡刀 我看見你 你拿出來我明明看見你 小姐 別走 小姐 小姐 肚子 肚子好痛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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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ique Johnson 愣如意 你这是干什么 快把针给我拔了 娘 这个不能动 你让开 姜大夫 快来看看我女儿怎么了 好好 好 夫人 这针不能起啊 不能起 小姐是精于其至 一般要腾上半天 这针扎得正好对正 可以活血顺气 要不是这针珠的话 小姐疼得 还不知道什么样子呢 二少奶奶 金桥 你还没有休息啊 二少奶奶 您怎么来了 我 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 您想打听什么事啊 我想问问 之前那二少奶奶 在去世之前 有没有发生过 什么特别的事情 比如说 有没有跟谁 发生过争执 二少奶奶 我只是个下人 主人的事 我不敢打听的 可是你总会看到什么吧 二少奶奶 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要休息了 您请先回吧 二少奶奶 牛妈 牛妈 这么晚了 你到下人的房间做什么 我 你想吩咐金桥做什么事 吩咐我就好了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我先回屋了 你说 他逼问金桥 金桥躲着他 没错 死丫头 这苦头吃得还不够 不 既然这样 这两天就安排他 跟老二同房 我再来治他 来来来 忙着 二少爷 我们在包二少奶奶的东西呢 不是 等会儿 谁让你 二少爷 这是夫人的吩咐 从今天起 二少奶奶搬过来 跟您一块儿住 不是 我凭 小姐 看到那个女人了吗 看到了 还是在正屋看到了呢 正屋 她住到正屋去了 二哥同意吗 听说这是 夫人的意思啊 二少爷自然也不敢不让她住 我娘这是哪根筋答错的 我想啊 肯定是夫人心疼二少爷了 毕竟这位新来的二少奶奶衣是不错啊 他们要住在一起 还能相互照顾呢 胡扯 她不害我二哥都不错了 小姐 那咱们的计划 照旧 对了 金巧那边不会反悔吧 绝对不会啊 那就可以开始了 不了把她也定了 其他人猜得到处下 她的呈这带都不错了 我这死了 你其实都不错了 我把自己省了 我先以为 你就应该再这样 你赵 Brigitte 金桥 二少爷 您叫我 来把这收拾一下 是 二少爷 斯文今天的气色怎么样了 还那样 不过 补汤都喝下去了 对了 小姐丢了项链 现在 正在二少爷的院里找她 那好 我们也去看看 什么事情这么大动静啊 娘 给萧嫣丢了 到时候都找过了 去用这名照 那就搜呗 对 是 家 娘 为了这么点小事 您怎么还亲自来的 我说你别整天看书看书 有时间好好管教你这刚进门的媳妇 找到了 找到了 小姐 现在找到了 就藏在她的枕头底下呢 就是你拿的 你个笑头 我没有拿过你的笑头 别忘了 昨天她在我房间可待了挺长时间呢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拿过你的笑头 不要再狡辩了 刚娶进门就做出这种不齿的事情 今天要不教训你 我看你是不会长记性 刘妈 在 把她给我带走 上 阿姨 等等 娘 我觉得这是一场误会 要不您再查查看 如果真是如意拿的 您再新家法也不迟啊 怎么 难道我还冤枉她不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如意应该不会拿私家的东西的 大嫂 不必替我原厂了 栽赃陷害 本来就是一家的那首好心 如意 你还敢寒沙射影 偷了东西还不承认 真不要你 刘妈 把她给我关到柴房去 伶牙俐齿地 给我好好加法伺候 我自己会走 娘 自从二嫂嫁下来 您对她非打即骂 就算是她爹害死了以前的二嫂 也跟她无关呀 你们怎么能把东西强加到她的身上 放肆 她偷了私家的东西 我不该教训她吗 我根本就不相信 二嫂会偷解的东西 她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你们就乱用私情执行家法 实在太过分了 这种小事 岂是以后 你在千日房 要当家的人 该操心的 好好地念书去 给千日房当家 是大哥二哥的事 我只知道二嫂是无辜的 您不能冤枉她呀 你 你是存心要跟我作对是吧 那样 我只是对事不对人 五金做事有事公道 你还不让人生变吗 你出去 我 二嫂稳了 你远的表方 快 金巧 快不得帮忙啊 金巧 你还愣着干吗 赶紧去拿药箱啊 二少奶奶 你忍着点啊 二少爷 我这就去打雪 疼吗 不疼 还嘴硬 以后能不能别顶床我娘 这不是顶床不顶床的问题 我没有拿过笑脸 我知道你 哥 您怎么能让你让对二嫂执行家法呢 她一个弱女子应杀了十几个板子 这谁能受得了啊 太过分了 这个婆媳之间的事儿 男人本来就不应该去插手 再说了 你姐却睡在屋子里面搜出了脏物 你让我怎么帮她呀 她既然是你的妻子 你就应该善待她维护她 儿不是像你现在这样 竟没有同情心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儿童 我让你 complaint 他太可疼了 这千日访的酒啊 是酸的 可不能喝 据说这千日访偷工减料 味道啊大不如从前了 商人足利乃天性 但是做到这个份上 可是黑了心了 黑了心了 爹 都不肯走 非要让咱们千日访退钱 我都把警察局的 吴科长找来了 可是他们说 这属于商业纠纷 没杀人没放火的 他们也不好抓人 吴科长也没有办法 老崔找着了吗 我以为乔玲珑 是要留下他人呢 没想到 就是为他手里的方子 听人说 早就逃往外室去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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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觉得外面这些人 一定是乔玲珑派的 肯定是他派来的 他就是要赶紧上去 你这样 你让下边的人 给他们发钱 那批酒啊 永远不要再让人看一眼了 都退 都退 爹 人越去越多 这么要退下去的话 咱们千日访可 又倾家荡产呀 咱们先过了这个难关再说 要不然咱们跟几家 钱庄借钱的事呢 就泡汤了 前日访 真是这个钱度过难关呢 好 我知道了 我去吩咐账帮推钱 你等等 我去吩咐账帮推钱 你跟晓宇说 把姚米刚给我找 跪下 我让你跪下 没听明白吗 我知道 这是你们为了陷害 如意社的一个局 而那条项链 就是你去放的 对吗 赵爷 我 我只是一时糊涂 做了错事 我 二少爷 金桥他肯定是一时犯了糊涂 您原谅他这一次吧 二少爷 我 我知道错了 我求求你 原谅我这次吧 二少奶奶跟你无冤无仇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的 二少爷 我知道错了 我就是接受不了新二少奶奶 所以我就 我就 求求你 我这儿容不下吃里扒外的人 收拾东西 走吧 二少爷 二少爷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知道错了 你别赶我走 我求求你 赶我吧 我真的错了 二少爷 您就饶了青菜那次吧 你带着你 就笑什么过 怎么了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我知道错了 都说我不好 派你挨我板子 飞了飞过 你消消气 要不你打我 把你打我 我求求你 你别赶我 请起来说话 来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不想再追求 谁让我本来 所以这些事 就到此为止吧 二少奶奶 你真的愿意原谅我吗 你以后原来的二少奶奶 情同姐妹 自然会看管我 我怎么会不喜欢 一个长情 二少奶奶 您早就知道 是我干的 谢谢 去我干吗 我只是不相信 哪个贼会傻到 把偷来的东西 放到自己枕头下面 我身子虽然弱 但是我不傻 娘 那个冷如意 他偷了我的东西 他就是贼 你应该把他赶出去 打几个板子 就算过去了 他也是我们刚 娶进门的少奶奶啊 这事要是传出去 丢的也是我们 一家人的脸 别太过分了 凡事不要做得太多了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嘛 要不是因为他 二嫂现在还能陪我聊天 教务刺绣 可是你看他 整天冷着一张脸 像谁都欠他钱似的 看着他我就讨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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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伽 以后你做事 长点心 别让人家一眼 就看穿了你的目的 我不管 我就是跟他 事不量力 这整件事情 就是这样的 我早就知道 警察觉得人不是什么善类 如今咱们千日访 被乔玲瓏算计 西山的权又被人抢占了 老爷现在真是挤白了头发呀 那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啊 千日醉肯定是不能再酿了 得重新酿造新的酒 和乔玲瓏抗衡 奪回老主公 挽回咱们千日醉的声誉 酿新酒倒是一个好主意 这主意是好 但是需要你爹手里的酒方子 就会怎么回事 素贞 你告诉我 你们把我爹送进进去 是不是和酒方有关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 你那天说 一家最擅长的就是栽赃险害 就已经大不尽了 如今你又说 为了你们家酒方子 故意把你爹送进去 我的姑奶奶啊 你也太口无哲懒了 自打你进了易家 老爷可是一直护着你的 要不然那个老婆子 怎么能让你受这点罪呢 如果你刚才说这话 真要是让他听到了 那不得打你一顿 再把你休了 最主要的是 你父母在亭州 哪还有颜面立足啊 那你觉得 易家不是为了酒房 哪有那么狠的人家 不惜一时两命 为了你那 子虚无有的酒房子 易家财雄势大 给你爹买好不好 可就是买也没有啊 据我知道 我们家的酒房 从我爷爷那一代 就已经被烧了 我倒是可以去尝尝千日醉 兴许能找到改良酒房的法子 对呀 这法子我怎么没想出来呢 如果你真解决了千日醉的问题 那你就是这家的大功臣啊 那上上下下的人 还不得另眼相看你 最主要是斯文 他对你的态度以后也会改变的 他对我的态度改不改变 我不在乎 我去 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好好好 看在我的面子上 我带你去酒窖看看 如意 你先过来 来 你尝尝 怎么样 这酒变酸 除了是水汁的问题 在里面还被别人加了些东西 一时半会儿 我也没法推断出 到底加了些什么 你都不知道 看来是没救了 别着急嘛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回去查一下书 也好 斯文那儿藏书多 你去找找看